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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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知谷 我再跟你说一遍 咱俩已经离婚了 没任何关系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玩啊 你都被我捉奸在床了 你还好意思来电话呀 东律师 你知道这准点吗 中午一点半 有个客户要跟您面团 让别的律师借过 我确认你还是考虑一下 这案子 你看 世外集团股市上市 遭遇总裁婚变组 及股东持股比例 呈悬念 这起官司的社会 关注率非常非常高 很多媒体都在跟进 要是您能把这场官司 拿下来 你杜晓菱 京城第一律师的称号 将在一夜间 家喻户晓 我杜晓菱 不靠这个炒作 妈 听魏老师说 我们班好像要来个新同学 是吗 男生女生啊 女生 那好啊 那你们又有新朋友了 他从哪儿来啊 好像从上海来 那么远啊 他爸爸转工作到北京 这学校爸爸 已经给你定下来了 这趟来北京 咱就不走了 不过 爸爸每天上班太忙了 上下学没法接送你 所以必须得请个阿姨 阿姨漂亮吗 结婚了没有 你没这干什么 我怕你偷偷摸摸给我找后妈 你萧萧年纪 你成天脑子你赚什么呢 我有个同学就这样 他爸说带他见个漂亮阿姨 结果阿姨变后妈了 你放心 你放心 女儿 爸爸有你就足够了 咱 咱 咱夫女俩相依为命一辈子 我坚决不会跟你找后妈的 我姥姥说了 男人的话靠不住 你得先说 杜律师现在很忙 你得先说一声 约好了 你没约好啊 约了 你跟谁约了 刚才约了 没 没 您没约啊 请问是杜律师吗 是 你这门槛够高的 杜律师 我实在没拦住 他非得见你 没事 没事 我是世外咖啡联锁集团的李斌 明天 你先忙去吧 冒没了 来 请坐吧 谢谢 世外咖啡联锁集团总裁李斌 李先生 您今天找我有何贵盖啊 找你自然是打过案子了 当然了 我听说杜律师是北京市民事案大律师 所以我就来找你了 我想我们公司的实力 你也是知道的吧 那当然了 而且您是大财团的总裁嘛 想必您的案子有很多律师都想接 是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杜律师能做我的代理律师 李先生 非常抱歉 我想我的秘书应该跟您说过了 我最近案子特别的多 工作特别的忙 这样吧 我介绍我们事务所的张律师给您 杜律师 李秘书 来 帮我送一下客人吧 杜律师你等等 等一下 我希望你们听我爸爸说吧 说实在的 这个案子有很多律师都介入过 但是他们一旦听到我太太 黄敬秦的律师是胡震东的时候 就都放弃了 我想胡震东这个人你应该清楚吧 胡震东 听说过 他人不是在上海吗 已经来北京发展了 我听说这个人称呼很深 打几罐子来都是走一步看十步 不过在北京能够跟他一决高地的 也就是你杜律师一个人了 所以我专门来请你 您真是过奖了 这样吧 这事我考虑考虑 您回头把资料传给我 我看完以后 我再给您答复 好 谢谢 我会尽快传开来的 对了 还有一点我得告诉你 我收费很高 从咨询开始 一小时计算 没问题 老板素心来了 老板素心来了 三十九 年龄似乎大了一点 能喝酒吗 酒 红酒 白酒 能喝一点 但是没什么酒量 唱歌呢 会唱歌吗 您这什么意思 是这样 我们公司这次招聘 是为了创意部的主管 找一个秘书 你知道作为一个秘书 首先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吗 学历 潜力 能力 错 陪酒 陪唱 陪宵夜 你是哪个月份的生日啊 十二月 那就快四张了 女人三十都复杂了呀 您找的 不是秘书吧 咱们不是秘书啊 你没看我们的招聘广告吗 我看你找的是叶总会的小姐 我建议你也甭招了 你直接上叶总会门口去找出去呗 啊 你说什么 我说你吐笔 妈 什么时候吃饭啊 饿了吧 马上就好了 嗯 喂 一红 我 哦 小林啊 你说什么事 嗯 你今天没事吧 我今天正好没事 要不然 咱出来一块拒绝 哎呦 今天 今天我不行 亮亮在家里复习功课呢 我 我得陪着她 哎呀 我说你行不行啊 别老跟家呆着了 啊 你离婚的事 不也正好办完了吗 还有啦 纵情那大海龟不是刚回来吗 咱把它叫出来 一块聚聚怎么样 哎呀 那个 我这两天吧 一直在加班 我没时间陪孩子 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了 你们玩吧啊 改天再聚好吗 哎呀 行吧 你就改天吧 嗯 再见啊 喂 哎 小林 好啊 我晚上没事 你甭听她的 我给她打电话 我就不信了 这么多年没见面 她就不愿意见我 你等着 啊啊啊 好 嗯 喂 是叶红女士吗 叶红 你这么几年没见着我 今儿见着怎么不高兴啊 我哪儿不高兴啊 我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这一晃都四十了 婚也离了 我还托个孩子 哎不是 我说离婚怎么了 我也离了 说实话 您那个前夫比我那位好得多 还照我说呀 这男人呢 都一样 我天天在法庭上看多了 这些个男人呢 在求婚的时候啊 都跪在地上 发誓独咒的 要对这女人好一辈子 什么一辈子呀 我看呀 一阵子都扛不住 牛脸就离婚 什么 挣房子 挣票子 挣孩子 什么都跟女人争 所以啊 我算是看透了 干脆 不这样 我以咖啡带酒 我开车啊 来来来来 泡一下 我这还是头一次 跟咖啡杯捧杯的 来 不过 为了你胡大律师 这泡一次里也值 谁不知道 你老兄自出道以来 从来没有输过班长官司 威震上海淡 不不不不不 哪有这么夸张啊 我这就是团队的功劳 说真的啊 这次兄弟来北京 全靠你老哥仗了 谦虚 谦虚 谦虚不是 知道你要来我们事务所 你前脚刚到 这后脚就来了一个大富婆 指名道姓 让你做他的代理律师 换谁都不行啊 怎么着 来一盘 谁把谁啊 上 什么不嫁 是嫁不出去吧 都四张了 这有道是 二十岁的女孩是奢侈品 二十五岁的女孩是打折品 这三十岁的女人呢 是半价处理品 四十岁的女人就是满意赠意的赠品 连我都已经开始打这不好价了 就更别说你们了 哎 道理还挺多你 这个黄金的丈夫啊 是世外咖啡连锁集团的老总 非常有名 在香港筹划H股上市的 给名人打官司 向来都是提高知名度的不二法的 我们事务所还指望这场官司 沾点光呢 我一定会尽力无悔的 怎么四十岁的女人在你的嘴里 就是老了不疼 舅舅不爱呀 在美国 四十岁的女人最抢手了 甭说别人 就说我 人知道我离了婚 好多老外都想娶我 那我还不答应呢 你就吹吧 反正在美国那么远 我们也看不到 有本事 你在中国找个男人 给我们看看 分分钟你信吗 这个人你说的 别后悔啊 我不后悔 好 别说了 就那男的 别说你一个 你们三个 其中要有一个人 能把那个男的打下 我这酒吧以后对你们终身免单 别急我啊 不急你 这事呢就当我没提过 嗯 我们要把我喝酒 行了 四四 别扇风点火了 就是 哎哎哎 宋情 那小孩瞎胡闹 你就别理他了 啊 我要告诉你 四四啊 我 宋情 这辈子最不会写的 就是认输俩字 我也不用你跟我免单 我非法这男的拿下 还要捏捏捏 都算了 哎哎 你们俩磨嘴鼻子 把我们俩绕上了 啊 去去去去 我们俩不参加你们这种 递命儿童的游戏啊 哎 我也不跟你们玩 哎呦 饭多了 来来来 来来 说吧 什么规则 简单 三部曲 第一步 得到她送出的礼物 第二步 跟她共度一夜 第三步 得让她亲口对你表白 我接单 一言为例 哈哈哈 谢谢这一点吧 哈哈哈 哎呀 我疼父 啊 我疼死她 哎呀 你疼人 听起来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啊 你这粥在哪儿买的呀 哎呀 事儿大了 这粥啊 我在香港买的啊 限量版的 全球没几个 赔吧你 限量版的 哟 那我上哪儿赔去啊 我可不管你 你不是大海龟吗 有钱 啊 给我赔啊 哎 要不你赔我一大房子得了 既然我就不用上班了 我是租金就够了 海龟有钱有什么关系啊 美的你啊 奶奶是柳云小姐 你好 我是 回到你了 坐 谢谢 哎 麻烦问一下 李苍那男的是谁啊 哎 那是新雷的大律师胡震东啊 你们这都不知道 每一间外面那么多人 都是来面试当他的秘书 就那男的 你们三个 其中要有一个人 能把那个版本打下 我这酒吧以后 对你们终身免单 胡震东 胡震东 我接单 一言为定 哎 小林啊 你知道我在干嘛呢吗 嘿嘿 我是一个职业律师 我呀 只要证据 我绝对不会瞎猜什么的 你那么严肃干嘛 我在应聘一个文秘的工作 啊 哎呦 你不是说这辈子 都不在应聘秘书了吗 那不是一时半会儿 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 谁让我从海龟变海带了呢 哎 不说这个 你知道老板是谁吗 就是昨天晚上 我们打赌的那男的 昨儿晚上 就是跟苏苏打赌的那男的 就是跟苏苏打赌的那男的 你知道他干嘛呢 跟你一样 你是律师 他叫胡震东 对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快快快快到我了 哎 好 好 张准长你有事 你过来一下 好 各位 今天面试的人很多 吴律师还有案子要开庭 所以呢 现在决定暂停面试 请大家把自己的名字 联系方式 还有电话都写好 留给我等待下一次面试的通知 你 怎么这样呢 怎么 你们怎么突尔反尔呢 对不起 什么破公司 你看 你们失了是吗 对不起 突尔反尔真失了 给他我们走 走 对不起啊 对不起对不起 马上回去告知你们 对不起啊 你是谁啊 我叫宋晴来应聘的 谁给你权利怎么做的啊 我仰慕您 想做您的秘书 对不起啊 我这就走 回来 你要赔偿吗 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 明天来上班吧 你被录用了 多问一句我就开除你 喂 我是 请您先等一下 明天早上九点来上班 迟到一秒我也开除你 喂老师 怎么了 胡律师您可来了 您看你女儿头一天上课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真是 昨天校长开会的时候还在说呢 胡大律师给学校 捐赠了不少的赞助 您看第一天上课 就出现这种情况 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跟您交代了 您您先别着急 您跟我说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能不着急都快急死了 今天第三年是我的课 我这一进教室 就发现您女儿胡新宇和林亮 两个人都不见了 这位是林亮的妈妈 你好 你好 早上点名的时候两个人还都在呢 后来我问了他们同桌 说是看两个人一起出的小门 您说这怎么办呢 请问就是您的孩子下学以后 喜欢去哪儿玩啊 他平时哪儿也不去 下了学就回家 这两个孩子的同桌同学 我想他们可能会知道吧 这两个孩子都在这儿呢 林亮妈妈 你干嘛去啊 取自行车啊 骑车到地铁口挺快的 别别别别 坐我车去吧 那样更快好吗 那行吧行吧 那行吧行吧 行吧你 嗯 我上办公室找你 你跑这儿躲清闲来了 喝点什么呀 干嘛呢你 呦 胡振东个人资料 你干嘛呢 口口声声说不参加赌局 自己跟这儿闷头使劲呢 你看你 小人之心了吧 我这儿工作呢 不再有了 昨儿晚上那酒后那胡话 你还真当真啊 我看看吧 胡振东与妻子感情十分要好 自从他妻子在六年前因车祸死后至今单身 独自抚养女儿 哎 现在这么长情的男人太少见了 算是忘了我这是 行了吧你 哎 面试怎么样 那还能有说的吗 我宋大姐看上的东西 甭管是工作还是男人 自我看上了跑不了 吹吧你 哎 当心点啊 别不管不顾的 就一头房里栽 毕竟咱们对他这个人是半点都不了解 你想自己应战呢 胡说什么呢你 有人请我打官司 对方的代理律师就是胡振东 这个胡振东在我们法律界有东方不败之称 所以我正琢磨要不要接这个官司 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 这么热闹的 那我也得加入啊 你说这里头要我干什么呀 偷听他的电话 跟踪他的行踪 我都可以告诉你 你特务啊你 不是我女特务 我不是那种见色忘有的人 谁让咱俩发小啊 这事不能不能忘了叶红啊 亮亮我可怜的孩子 阿姨太理解你了 男孩追女孩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看你现在有点提小了 你才上小学呢 等你要是长到中学的时候再追女孩 我支持你 到那个时候女孩展开了也漂亮了 你呢人高马大的 那时候两个人多般配啊 行了你们俩就跟说相声似的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怕就是因为那天没考好 没得到三好生才逃课的对吧 这么回事啊 那亮亮阿姨还是得告诉你 这人一生当中啊 要遇到很多的挫症 这考试没考好就是挫症的一小部分 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自告自情 行了别上课了 别教育我们了 行了写作业去吧 过来 叫我嬷嬷 你就别错误人孩子了 那人去哭吧 叶红同志 真是烧得高三啊 真好 那是啊 我没个好丈夫 老天爷还不给我个好日子啊 别说你胖你就喘啊 当心得小喘 别干了行不行 咱下楼吃火锅吧 我有点馋了 我请客 别干别干了 我真高兴我找了工作了 真的吗 找了什么工作了 我说你都不相信 我现在的老板 就昨天晚上我们打赌的那男的 是 胡震东 你怎么知道她叫胡震东啊 跟林亮一块儿逃课的小女孩就是她女儿 怎么了 黄雀在后啊 平时看你尿不出溜的 趋先救过 亲子牌都打出来了 完了咱俩这回输了 输什么输啊 谁给你打赌了 我们都忙着呢 没工夫给你一块封 就是 我也不跟你玩啊 我都四十好几了 还带个儿子 杜小林同志 装呢 你还跟我装呢 你私家侦探都派上了 把人查一点料 你还跟这儿装 你就编排我吧 我那是为了工作 我还为了生活呢 要想人生不平淡 就想平时天点乱 我说你刚离婚不久 你就想没看二度 没男人你会死啊 没男人我是不会死 可是让我宋晴一辈子平平淡淡的活着 那是生不如死 那是生不如死 哎呀 我要活 怎么着 接不接呀这案子 什么案子 我们伟大的杜小林律师 和我那新老板胡震东律师 他们要打赏官司 话说雌雄双霞 要在月圆之夜 决战紫金之爹 有病啊你 身体病 身体病 胡震东律师早 你来得够早的 怕您开除啊 我这个人哪 最恨别人迟到了 干我们这行呢 守时是最重要的 嗯 你叫什么来着 宋晴 宋晴玲的宋 晴天霹地的晴 哎呦跟国母一个姓啊 那是大姓啊 今天下午有一个客户 你跟我一块接待一下 好嘞好嘞 嗯嗯 我把衣服放在衣橱里 好好好 麻烦你 哦对小张 那个所有电话我都不接 我跟李先生谈话 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 好嘞知道了 哎李先生不好意思 等你久等了 哎呀事儿太多了 快坐快坐 哎 哦李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谈话 只能有一个小时 因为一会儿 我就得去法院 那我们去传播点说 好好 哎呀说实话吧 您这案子呀 我最初是真的不想接 因为我看了您给我的 所有的资料 您跟您太太黄敬 你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那么这个世外集团呢 也是你们夫妻俩共同创建的 他现在提出分割这个财产的 这个要求 我觉得也不过分 而且在一般情况下 法院也会支持他的 其实我给他的赡养费 已经远远超过 黄敬自己要求的股份市值了 可是他就是不答应 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 这就可见他的目的性何在了 其实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的小舅子也持有一部分公司的股份 那么我再分出一部分去的话 那么他们姐弟俩加起来的股份 比我的股份还要大出五个百分点去 那么他们就成了公司的大股东了 而这个公司多年以来都是我苦心经营起来的 下面马上到香港去上市 扩大资金来源 还要把公司推到东南亚去 这一切一切他们是做不到的 因为他们不懂 如果他们连起手来控制了公司的话 那么公司的命运将会毁于一代 我的设想也会毁复严密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挺难办的 是啊 李先生 很冒昧我想问一句 您的太太在你们俩的婚姻当中 有没有特别的过错 我想 我说什么您应该明白吧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堪 也不好回答 但是我替您打官司 我们应该知己知彼 如果他有什么特别的过错的话 那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了 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李斌在外面有奸情 我知道 细心研究建议四千过河拆桥是男人的本性 可 我也没希望 他能山珍九裂 扛快针结牌坊回家 可是我真是没想到 我们刚挣了撒瓜俩枣的 他就在外面养女人 都说 身份发财 死老婆 是男人的三大喜事 李斌整天的盼心井盼月亮 恨不得我早死 我总不能为了满足他的愿望 我上吊跳楼 自个摸店门寻死吧 我想啊 我要是再不离婚 他不是买凶杀人 就是整天的扎小人 把我咒死为止 咱说点重点 别老扯着有的没 你看我啰哩啰嗦的 半天也说不到重点 没 没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的过去我知道的 越详细 对今后我打这场官司 也越来越有利 您的先生在外面有 女人这件事情 你有证据吗 像这种事情 搜集证据是最困难的 而法院只接受 两种证据 一种就是桌奸在床的铁证 而第二种呢 那是需要大量的人证 证明他们是有事实婚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告他冲婚罪 证据我有 而且铁证如山 喂 您好 他现在有工作了 有事您跟我说好吗 希望您尽快把证据送到我手里来 哪怕给我复印件 您留着原件都没有关系 好的 下回我一定给您带来 好 那我送送您 不用不用不用 我 那我就先走了 您等一下 宋秘忠 您帮我送送黄女士 好嘞 好 那您忙吧 好 再见 好 再见 姐 我问你 刚才是不是姓薛那小子 又给你打电话来的 嗯 姐 这都什么时候 您稍微注意一下 行了 我知道了 去吧 快去 喂 你怎么又打电话来了 你不知道我今天要见律师吗 哎 你知道吗 自从你开始打官司以来 咱俩就多久没见面了 啊 你就不想我呀 不是跟你说了吗 最近咱们最好不要见面 你知道这官司一打起来 那就是一两年 难不成咱俩就这么生离死别了 好吧 好吧 这样吧 咱们最好不要在市区见面 以免让人碰见不好 最近我还有点事 把这事处理完了 周末吧 好吗 周末到度假村 找一个偏僻一点的 咱们见面 这还差不多 我都等不及了 我得赶紧查一下啊 哎 我告诉你 这回可别跟上回一样啊 放我鸽子 你要再放我鸽子 我就上门找你 哎 李秘书 你帮我约一下胡震东吧 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大家见个面 您的咖啡 哎 谢谢 我想跟您打听一下 您这个钟是在哪儿买的呀 哦 这个啊 嗯 我在香港买的 我女儿当时特别喜欢 我就给她买了 然后买回家没两三天 她又不喜欢了 说这钟啊 天天催她上学 没办法 我只能把她摆在我办公室了 第一步 得到她送出的笔记 啊 我正好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跟这一样一样的钟 被我弄坏了 我就想跟你这儿问问 在哪儿买的我要陪给她 哦 哎 那正好啊 拿去 陪给你朋友 啊 那 我就不客气了 那您蒙客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 我不好意思了 谢谢 谢谢您 是杜耀林律师吗 对 我是 请问您是谁啊 我是胡震东律师的秘书宋晴 知道是你 快说什么事儿 哈哈哈哈 我搞你礼物到手了 什么礼物啊 你搞什么鬼呢 我跟思思打赌的礼物啊 第一关就是得到胡震东的礼物 刚才她送给我的 哎呦行了 什么礼物打赌的 别跟哪儿胡说八道了 你要没什么正经事儿 我可挂了啊 你别挂呀 有正事儿呢 胡震东 胡震东 想约你见个面 哦 这样啊 我下午一点 有一个案子得开庭 应该时间不长 嗯 这样吧 你帮我约下她 你帮我约下她 要不下午四点 我到你们那边 好不好 宋秘书 进来一下 好 您好 你跟杜律师 是约了四点吗 是啊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确认了四次 现在都四点半了 怎么回事 嗯 那我再打电话吧 对不起啊 哎呀宋秘 你怎么强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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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耽误了 别把咱们关系说弄了啊 记住啊 再会议室休息一下 谢谢 进来 胡律师 杜律师到了 哦 好 这是我们的胡律师 这是杜律师 胡律师您好 您好 麻烦问一下 您喝茶还是咖啡 哦 茶谢谢 好 胡律师 不好意思啊 迟到了 没关系 坐吧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 一个小儿子耽误这么长时间 而且又堵车 实在是抱歉 实在是没关系 我也没等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而已 哈哈 坐下说 好 谢谢 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 我希望在法庭调解前 先庭外和解 我的委托人已经做出了让步 所以我希望您这边 也能拿出和解的诚意来 嗯 我也一直在劝我的委托人 能够做出让步 一人让一步嘛 是吧 最好听外和解 这样 能够省得大家的时间跟精力 嗯 不知道李先生在股权方面 有松动余地吗 再让出百分之三的股权 这是我的委托人最大的底线了 哦 不过可以在赡养费上 做一些补偿 哎 这跟我的委托人的要求 真是相差太远了 哦 嗯 嗯 这样吧 我得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不过今天实在是太晚了 嗯 我跟他商量好了 马上联系你 哦 好 哎 哎 那胡律师 哎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好 哎 哎 呦 这钟 这钟怎么了 哦 我以前啊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后来打碎了 这样 哎 那正好 哈哈 这就当咱们第一次见面的 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呦 那不用这太客气了 这有什么可客气的 一个小闹钟而已 再说你的闹钟打碎了 看时间您确实是不方便 啊 呃 要是您觉得送闹钟不吉利的话 那就算了 哦 没有 我不迷信 好 拿着 那谢谢 我送送您 好 送送他 好 那再见了 再见 行啊你多少年啊 你们俩有缘是怎么着 第一次见面就欢声笑语的 你知道什么呀 就干我们这行的 见谁都客客气气的 就算是捅你三刀 那也得现在盗上抹上蜜 再裹上三层鲜花 你知道为了这小闹钟我琢磨多久了吗 我花了一天的心思呢 您倒好 一个手指头都不动 拿小眼神一瞟 归你了 哎呀 你得到了胡震宗的礼物 还是从我手上躲过去了啊 你怎么那么能干啊 看不出来 拿走拿走拿走 我要他干嘛呀 我要着也是为了陪你的 这个老狐狸 把我的话全套出来了 哼 他一点口风都不带漏的 啊 电梯来了 我走了 这干嘛呀 晚上九八天啊 哎 哎哼 那边 这边 你 这个 什么